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VUE3的课程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VUE实力的生命周期 今天我就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VUE或者说VUE组建的生命周期的管理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这个是一个总结 我给您念一下 每个VUE的实力 在建立时 都会经历一系列的初始化的步骤 比如说 它会需要设置数据的观察 编译模板 将实力安装到度母树上 以及在数据更改时 更新度母树 这个地方是双向更新 在此之前 在此过程中 它还要运行成为生命周期的勾字函数 一会咱们会看到好多的勾字函数 使用户有机会 在特定的时间段来更改添加自己的代码 说的有点晕 我这有一张图 这是官网的图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就是应用程序的生命周期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首先我把这个弄到上面去 怎么上不去了 稍等 OK 这有点问题 首先这个空格键不太好用 它只能下来 不能上去 好 咱们看 一上来 咱们通过这个VUE createAPP 咱们建立这么一个VUE的对象 然后绑定到这个页面上 接下来 VUE内部会出使化 这是必要出使化 这个必须得他先做 对吧 他做完之后 会调用咱们页面中可以控制到的 建立前的这么一个事件 咱们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内容 对吧 然后页面进行嵌入响应等等 做完之后 咱们 这个这时候呢 整个用程序对象生成 对吧 然后咱们可以做 如果生成完之后 咱们要做哪些处理 比如说一会我给你看到代码 就放在这个事件当中 然后VUE会判断 咱们这个模板中 或者说咱们的组件中 有没有给他提供了一个模板 然后这地方呢 会做模板的编译等等的处理 处理完之后 就要进行数据绑定 在数据绑定之前 会有一个事件 就说数据绑定前 咱们是不是要做哪些处理 做哪些个更改 对吧 然后数据绑定 数据绑定完之后 这个就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after 对吧 我绑定完之后 是不是要做一些处理 如果这个地方都处理完了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模板编译成功 咱们提供的数据 也已经绑定到数上去 那么就叫绑定成功 这个时候 页面显示 页面显示出来之后 就要进入页面处理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个是个死 这个叫死循环 不太好吧 这是一个页面循环 处理用户的响应 对吧 如果用户更新了一些内容 这就叫做 这个会发生更新前 然后呢 这个数更新 数重新着色 然后呢 重新叫render 叫渲染 渲染完之后呢 数据或说这个 数更新成功 这个地方呢 一直在做循环 只要是应用程序 不退出 这个地方呢 就一直在循环 对吧 咱们大部分的 对于这个VUE的应用程序 使用 都是在重复这个工作 OK 然后呢 比如说出于某种需求 比如说你在load out了 对吧 退出了 那么会实现这个 on mount 就是说 把绑定数据 卸载 这时候又会给两个事件 卸载前 卸载后 这个是一个 大概的简单的 VUE的生命周期 其实它的官网呢 又给咱们提供了一套API 咱们来看一看 这是官网生命周期的API 我给您访问一下 API的部分呢 写的会比较的详细 但是大家有没有 把所有的API都了解 我这地方是画个问号啊 尤其作为初学者朋友来说 您只要了解几个 基础的就够 大家请看 官网API都在这地方 给咱显示出来 好不好 您可以点击看到 每一个API具体的使用方法 是这样啊 我呢 给您建了一个简单的工具 咱们看一下 这是我这个官网 我这有个小工具 对吧 点击进来之后 我这个代码模板 帮您去生成VUE的组件 您点击进来之后 选择生成模板 选择这个VUE的模板 然后比如这地方 我敲点内容 不叫mycomponent 比如叫myheader 比如咱们要建一个 这个表头的这个组件 好不好 这么敲 然后右面呢 我给您做了一个 最基础的VUE模板里面的内容 下面这地方 大家请看 这些地方 就是咱们生物周期里面 必要的一些函数 然后您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修改的话 如果您要想修改 比如你在哪 再做点修改 我在这做修改 Hello 比如说 HelloVUE3 对吧 咱做修改都可以 然后点击生成 它就会根据右面的模板 给您生成一个 您自己的代码 然后您点击之后 就会拷贝到剪贴版当中 然后呢 比如说您本地 以后咱要编组件 比如说我现在编一个 就叫做myheader 可以吧 点VUE 拷贝过来 大家请看 我这个工具 就会帮您 怎么说呢 帮您把这个VUE 一个组件中 所必要的内容 都给您拷贝过来 您的一存盘 然后您在本地 就可以去用这个组件 对吧 最必要的 生母周期的 勾子函数 这地方呢 我都给您默认 生成出来 好不好 OK 这是我大概工具的意思 但是您通过这个 能发现 您要想实现某一个 这个生母周期的勾子 您就直接 靠我这模板就够了 为了简化您的编码 好 那咱们先少去看一看 我今天给您提供的例子 这个例子很简单 这个例子很简单 也就是说 声明一个VUE的应用程序 然后有一个数据 提供两值 XY 然后呢 在这个创建期间 那请看 在这创建期间呢 我会把这个XY 进行一个计算 并且输出到控制台上去 说不什么 说不咱们APP 已经创建成功之后 这个XY值 我呢输出到控制台 然后什么都不干 然后咱们页面中呢 直接显上它的核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对吧 让您看一下 这个生命周期 以建立的这个勾子函数的 使用方法 好不好 OK 那咱马上开始啊 我这建一个文件 然后拷贝上咱们基础代码 然后再拷贝 今天咱们课件代码 就这么一 简简的这么一块啊 具体的每个事件 您可以自己在本地跑一跑 其实都很简单 好不好 OK 马上运行 如果页面上出来 10加20 出来30 说明咱们运行成功 同时在控制台 也能够输出X加Y等于30 好不好 看一下啊 我这提前给您开了一个窗口 刷新 这是我本地一个服务器 我把这个几个tag关掉啊 好 咱们运行试一下啊 今天是第十课 注意看 Go 大请安 30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查看代码控制台的部分 出现了 X加Y等于30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 这个Crate 这个事件 生效了 并且成功的输出了 LOG信息 好不好 OK 以上要给您分享的内容 就是这么多了 其实呢 对于您呢 对于这个VUE生命周期的理解呢 非常便于您今后VUE的开发 这个是VUE开发必须要理解的知识 希望您能够掌握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这么多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呢 点赞并分享给您的朋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